基础物理2a 1-3加速度 这是1-3的第四部分 这个部分在做综合练习的解说 第一题 沿直线做等加速度运动的物体 速度由-2分之3v变成2v的时序理念 平均速度的量值与平均速率的比值是多少 如果我们把题目画成VT图 一开始题目速度是-2分之3v 所以从一开始-2分之3v这里 经过一段时间之后速度变成2v 那要问平均速度跟平均速率 VT图这上面有两块面积 如果这块面积我叫做a1 这块面积我叫做a2 我把两块面积相减我可以得到位移 把两块面积相加我可以得到路径长 所以我们先找这两块面积出来 我们先找相似三角形的边长比 这边的长度是2分之3v 这边的长度是2v 所以两边如果这里是x比y 于是我们说相似三角形 这两个边长该成比例 于是2分之3v 比上2v等于x比y 所以2分之3v比v把v先消掉2乘过来 所以3比4会等于x比y 所以x比y3比4 所以x这边如果是3t y这里就是4t 因此两个三角形成比例 a1的面积就等于底层高除以2 所以是3t乘上2分之3v 再除以2 这是a1这块面积 所以这块面积等于4分之9tv a2第二块面积 会等于三角形面积底有4t 整个高是2v再除以2 所以等于4倍的tv 所以现在要问平均速度比平均速率 所以平均速度v比上平均速率vs 等于平均速度是把两块面积相减 所以这里a1这块面积是负的 a2这块是正的 所以拿上面减下面a2减a1 所以是4倍的tv 减掉4分之9tv 这两个相减是位移 所以时间 整个3t跟4t 总共时间有7t 这是平均速度 再比上平均速率 平均速率是两块面积相加 所以4倍的tv 我们加上4分之9tv 除以时间 总共有7t 因此两个相处等于 先把分母消掉 7t跟7t消掉 4tv减掉4分之9tv 4tv是4分之16tv 所以把4分之16减4分之9 等于4分之7 4分之7tv 在比上 这边 把4分之16tv加4分之9tv 所以等于4分之16加9是25tv 把tv消掉 4也约掉 tv消了 4也约了 等于7比25 写成比值 25分之7 所以这一题 猪的答案 第二题 一个指点在直线上做加速度运动 其at图如右图 若指点初速是10 则8秒末顺时速度为多少 这边则是一个at图 at图图形下的面积表示速度变化 所以这一块面积A1 这一块面积A2 at图两块面积分别表示它们的速度变化 横轴上的A1表示增加了速度 A2则表示是减少了速度 所以我们先算A1出来 A1第一块面积等于长4宽是5 所以4乘5这是一个长方形 4520 这个就是速度变化 所以等于20公尺每秒 所以表示4秒内速度增加20 A2则等于4到8 长是4 宽是10 所以等于有40公尺每秒 可是这个在横轴下 所以是代表减少了速度 所以减少40 所以整个速度变化 DeltaV等于V2减V1 所以V2后来速度减掉原来 可是原来一开始是10 所以等于A1是正的 所以正的20 再减掉A2 所以A2这边总共减是10 因为它是负值 所以等于负20 所以V2等于负11过来 10减20 所以等于负10公尺每秒 所以V2后来的速度是负10 所以B的答案 第三题 一个物体做直线运动 先以加速度4公尺秒平方的等加速度 从静止启动 先加速T秒以后 随后维持等速度 继续前进一段时间 再以负4公尺秒平方的减速度逐渐停止 若这三段期间所行进的距离都相等 则全程所花费的时间为多少T 按照题目的意思 按照题目的意思 如果这是一个VT图 速度时间图VT 一开始加速度是4 加了一段时间以后 假设这里 前面这段时间如果说是T秒钟 于是经过了T秒钟以后 每秒钟增加4 T秒钟总共增加了4T 所以T秒以后速度变4T 维持一段时间以后 开始后面又减速 可是前面每秒钟增加4T 后面每秒钟减少4T 因此增加的速度跟减少速度快慢是一样 所以前面T秒后面时间 这里也是T秒 题目说 这边三块面积都一样 所以三块所走的距离都相同 如果这一块是A1 这一块如果是A2 则A1必须要等于A2 因此假设 我中间这个时间假设是T秒钟 所以A1的面积 底是T 乘以高是4T 再除以2 底乘高除以2 这是前面三角形面积 要等于后面四边形面积 T1乘以4T 所以T1乘上4T 所以左右两边 你发现可以把4T约掉 所以T1等于1t 所以T1这个时间 这是等于1t的时间 所以全部总共总时间 t加上1t 再加上t 所以全部2t加1t t总共有5t 所以全部总时间 有5t A的答案 这第三题 第四题 右图这是摩跑车 在加速过程当中 速度时间的关系图 P点是切线L 和函数图上的焦点 则该跑车在6秒末的 顺时加速度为多少 我们知道这是一个VT图 图形上 这里一条L的切线 这条切线是在第6秒 P点这一点的切线 VT图的切线 是表示这一点的加速度 表示第6秒的加速度 我们求这一条切线的写率 加速度等于什么 速度变化除以时间 所以图上找2点 4秒的时候是0 6秒的时候是8 所以把8减0 除以时间 4到6 所以6秒减4秒 所以等于2秒钟 速度变化是8 所以等于4公尺秒平方 所以加速度是4 因此第4题 C的答案 第5题 右图是甲乙丙三直线运动的指点 它的速度时间关系图 下列有关图形的相关叙述 何者是正确的 这里有甲乙丙三条 甲是底下这一条 底下凹的这一条是甲 中间直线这一条是乙 凸的这一条 这个是丙 我们先看A选项 T秒内的位移 甲大于乙大于丙 因为这是一个VT图 VT图图形下的面积 表示它的位移 所以A选项 VT图看面积 面积大的代表位移大 所以你会发现 甲是一个凹的这块图形 所以凹的这块图形 面积是最小 所以甲的面积最小 因此甲位移最小 小于乙 而丙是凸的这一块 丙凸的这一块面积会是最大 所以整个三块的位移 是丙大于乙大于甲 所以A不对 B T秒内平均加速度 甲等于乙等于丙 加速度是速度变化处以时间 所以B 甲一柄三个初速都是V0 三个末速都是3V0 所以甲一柄的速度变化 都是从V0变成3V0了 所以相同时间内速度变化相同 因此加速度是甲的加速度 等于乙的加速度 等于柄的加速度 所以三个平均加速度都相同 所以B这个是对的 C T秒内平均速度 甲等于等于丙 C的这个选项 我们刚刚已经算了位移 位移 甲的位移是最小 所以以平均速度而言 平均速度是位移 delta X除以时间delta T 所以甲的位移最小 所以平均速度也是甲最小 乙介于中间 丙的位移最大 所以除上相同的时间T 所以丙的平均速度也最大 三个的平均速度是 丙大于乙大于甲 所以C这个不对 猪 若T等于零时 位置三者相同 则T秒末三者位置仍相同 猪这个是错的 因为猪的选项 虽然一开始起点都一样 X0表示起点相同 可是他们的位移不相同 所以位移如果不一样 他们所走的距离就不相等 因此起点相同可是走不同距离 这里起点一开始 如果一开始都在X0 甲位移最小 所以甲走的距离最短 这个是甲的 移走的距离比甲长一点点 这是移走的 丙走的距离会最长 所以三个的最后的位置 丙在最前面 甲在最后面 所以三者的位置没有相等 所以猪这个是错的 一经过踢秒后 丙的速度和位移相反 踢秒以后 丙开始往下弯 所以表示速度开始减少了 可是速度还是正的 踢秒以后 丙的速度还是正直 所以丙还是往正的方向走 所以位移也还是继续往正的方向 因此速度跟位移依然同方向 所以一这个是错的 因此第五题正确的只有B是正确 第六题 右图这是一个速度时间关系图 如果图形是一个等一三角形 且运动方向横在一直线上 则下列叙述何者是错误的 我们看A选项 OP的速度和加速度方向相同 OP这一段这是一个VT图 OP它的速度在增加 速度增加表示速度跟加速度同方向 所以OP的速度跟加速度方向相同 所以A选项这个是对的 所以A选项表示速度和加速度同方向 所以它的速度才会增加 因此A这一项正确 这一题要找错误的 我们看B OP和PE都是等加速度运动 而且速度的方向相反 OP速度是正直 PE速度也是正直 速度的方向代表运动的方向 所以OP和PE都是等加速度 速度都是正直 所以速度的方向都相同 所以B这一项这个是错的 C OPE图形下的面积表示位移 VT图图形下的面积表示位移 所以OPE这面积表示在一秒之后所走的位移 所以C这个是对的 除OPE面积除以OE时间等于平均速率 图形上上面的这一块面积表示位移 也表示所经过的路径长 所以位移等于路径长 因为它的速度一直都正直 表示一直往正的方向前进 所以速度的图这一块面积表示位移 也表示路径 所以Delta X会等于Delta L 而路径长 除以时间OE这一段时间 除出来等于平均速率 这个是对的 所以诸这个正确 一 OP和PE的加速度等值一号 因为这是一个等腰三角形 所以两边OP和PE两边是对称 所以左右两边对称的话 这时候表示一个斜率往上是正 一个斜率往下是负 两个斜率会等值一号 因为这是一个等腰三角形 所以左边的时间如果踢鸟 右边的时间也是踢鸟 因为两边对称的关系 所以左边的加速度A1 右边的加速度A2 A1等于 上面这边的速度如果是V V-0 V-0除以时间T 所以算出来一个是T分之V 另外一个是负的T分之V 所以A1和A2两个差一个负号 因此E这一项是对的 所以第六题找错误 只有B选项是错误的 第七题 一个指点由圆点静止启动 其加速度对时间关系图如右图 0秒到8秒的运动过程中 距离远点最远的位置是在哪里 这是一个AT图 AT图下的面积表示它的速度变化 我们先知道 如果现在题目要求距离远点最远 如果一开始我是往正的方向前进 当我速度从正的变成负的时候 表示我要回头了 所以距离远点最远的时候 是当速度由正的变成负的那一瞬间 那个是距离远点最远的时候 所以我们要先把AT图 我们要先知道它的VT图的情形 所以如果这里我画出一个VT图出来 VT图这里一开始 前面0秒到4秒这块面积 这个面积表示速度变化 所以这个第一块的速度变化 Delta V1 Delta V1等于四边形面积 长是4宽是5 所以4乘以5 所以等于20 所以速度变化20 题目说一开始是从静止开始 由原点静止开始 所以初速一开始是0 因此等于4秒以后的速度 就直接等于20 因为从0开始 所以4秒钟速度变成了20 所以一开始速度是0 4秒钟以后 它速度变成了20 所以会是变成 这一条直线 接下来4秒以后 它加速度变负 表示开始要减速 可是开始减速 速度依然还是正的 所以一直减到速度变成0 才开始要回头 所以速度要减到0 什么时候 我们要先知道几秒钟的时候 我现在速度到20 所以我只要后面 t秒钟的时间 我只要速度减20就可以了 所以这一块的面积 速度变化如果等于20 所以等于长是t 宽是10 长成宽 这块面积 如果也是等于20 因为它是负值 所以可以直接抵消掉 所以表示t要多久 t要2秒钟的时间 所以2秒钟的时间 从4秒 我们再过2秒 所以这里是第6秒的时候 速度变成了0 因此整个最远的距离 这个三角形面积 因为过6秒之后 速度开始要变成负值了 所以整块面积 这个三角形的面积 等于底是6 整个高是20 底层高除以2 是整个所走的位移 所以等于多少 60公尺 所以最远的距离 VT图底下这块面积 表示您所走的距离 所以最远的距离 走60公尺 所以第7题 A的答案 第8题 某物体做直线运动时 它的VT关系图 如右图 则物体对应的加速度 A对时间T的关系是什么 VT图 现在要把它换算成AT图出来 所以一条直线代表一个斜率 VT图的斜率表示它的加速度 所以0秒到3秒 整个加速度 第一段的加速度是6-0 除上3 所以加速度是2公尺 秒平方 这第一段的加速度 第二段的加速度 是速度没变 所以加速度是0 第三段的加速度 A3 则是从6变成了12 所以后来12-6 除上时间 这6秒到8秒 经过2秒钟的时间 所以6除以2 因此 等于3公尺秒平方 所以整个三段 A1 A2 A3 这三段 第一段的加速度是2 第二段是0 第三段是3 所以A3 要大于A1 所以A3 大于A1 A2是最小 A2是0 所以只有A的答案 这第八题 这个加速度是2 而这个加速度是3 所以A的选项是对的 第九题 印度豹是陆地上 跑得最快的动物 它的速度可达 时速113公里每小时 能在4秒钟之内 由静止开始加速 加速到速度 时速并能72 试问 印度豹在这段 加速的过程当中 平均加速度值是多少 题目是说 印度豹 速度最快113 可是 加速的过程 在4秒钟 可以加速到 时速72 关键指在于 4秒钟之内 由静止 加速到 时速72 这一段 加速的时候 先把时速72 公里每小时 我先把它变成秒数 我们前面我们提到 当时速变成秒数的时候 乘1000 除以3600 所以直接 除以3.6 所以72 直接除上3.6 把时速变成秒数 所以等于 20公尺 每秒 所以表示 在4秒钟之内 从静止开始 加速到速度是20 所以整个加速度是等于 后来速度是20 减掉原来是静止 原来是0 除以时间 这是经过4秒钟 所以等于 20 除以4 因此 加速度是5 公尺 除以1秒 平方 所以 加速度是5 第9题 1的答案 第10题 下列叙述 何者正确 A 指点向下移动 且尽快时 加速度的方向向上 这边 在讨论的是 指点运动的速度和加速度方向的关系 我们知道 速度如果和加速度方向如果相同 这时候加速度可以帮助运动 所以这个它会帮助运动 因此 你的速度会增加 相反的 如果速度和加速度反方向 这时候会阻止运动 因此阻止运动 速度就会逐渐的减慢 所以 速度如果加快了 表示速度和加速度同方向 速度如果减慢了 表示速度和加速度反方向 所以 重新看A选项 指点运动方向 它向下 而且慢慢变快 所以 速度变快了 表示 你的速度跟加速度同方向 所以 你的指点向下移动 所以你的V 是向下 加速度向上 所以 A不对 所以这个加速度该向下 因为它往下 因为它往下加快了 B 指点向下移动 而且速度渐慢 当你慢慢变慢了 表示速度跟加速度反方向 所以指点向下移动 速度向下 可是慢慢变慢了 所以加速度要向上 因为反方向的关系 所以 这个方向要向上 因此 B 这个是错的 C 指点向上移动 而且 渐快 变快了 所以 速度跟加速度同方向 所以指点向上动 运动方向 就是你速度的方向 所以 向上运动 表示速度向上 所以 加速度 也要向上 所以 C 这个 正确 主 指点向上移动 而且渐慢 慢慢变慢了 表示速度 加速度反方向 所以 指点往上 速度向上 所以 变慢了 加速度要向下 所以 这个 加速度方向 要向下 因此 主 这个 是错的 1 速度向上 而且 加速度向下 所以 速度加速度 反方向 所以 你会 慢慢的 速度方向 就运动方向 所以 往上 会变慢 所以 指点 运动方向 就速度方向 速度向上 所以 指点 是向上 运动 那是向上 逐渐变慢 所以 这个 是向上 渐慢 可是 还是向上 运动 所以 1 这个 不对 所以 第十题 正确 只有 C 是正确 11题 飞机在起飞前 需在直线跑道上加速 且飞机的速度 需达到252公里每小时 放弄起飞 如今 一架飞机 由静止加速至起飞 需费时10秒钟才能完成 则此飞机平均加速度的量值是多少 飞机 本来一开始 初速是0 所以 V0 一开始是0 从静止开始加速 结果 时速要到252 所以 时速要加到起飞 起飞速度是要时速252 所以我要先知道 起飞的速度 秒速是多大 所以先把252 公里每小时 先把它变成秒数 所以时速252 除上秒数 我们说秒数除以3.6 这个一除 等于70公尺 每秒 这个是 把时速先变成秒数 所以时速252 秒数是70 现在 他说 从静止加速 10秒钟完成 所以 如果 等加速度运动 他现在要问 平均加速度 平均加速度是 速度变化 除以时间 所以 末数 后来是70 可是原来是0 经过10秒钟的时间 所以 整个加速度 等于 7 公尺 秒 平方 所以 加速度是7 所以11 题 是B 的答案 12题 捷运从淡水站沿直线轨道行驶至红树林站 以至 两站之间的距离为2080公尺 当捷运由禁止开始离开淡水站后 以等加速度1公尺秒平方加速前进 至速度为20公尺每秒之后 则改为等速行驶 等到接近红树林站时 再以等加速度 负0.5公尺秒平方减速 最后停靠在红树林站 则捷运从淡水站至红树林站 总共花费了多少时间 按照题目的意思 我们来画出它的VT图出来 如果 这是一个VT图 速度时间图 题目说 从淡水站到红树林站 整个距离有2080公尺 所以 整个VT图 图形下这块面积 我们必须让它等于2080公尺 捷运从静止开始 开始加速 等加速度是1 速度20的时候 开始维持等速 所以 我如果 在这边 T1秒的时间 这里 速度加速 每秒钟增加1 我速度变成20的时候 开始维持等速 所以 整个加速度 每秒钟增加1 则 一秒钟增加1 要T1秒钟之后变成20 所以其实 T1等于20秒 因为 一秒钟增加1 20秒钟以后就增加20了 所以 前面第一段 或者 我们也可以用 V等于V0加AT也可以 V等于V0加AT 初速从0开始 加速度是1 一秒钟增加1 现在增加1 现在增加1 要变20 所以 T1秒钟增加1 增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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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算出来 T1就等于20了 所以前面第一段 这个T1是20 后面开始减速的这一段 后面减速的这一段时间 如果这个时间叫T3 因为这是第三段 可是 减速度是负的0.5 一秒钟增加1 可是一秒钟只减少0.5 所以两秒钟才减1 所以 其实 后面的时间 会是前面的两倍 所以 其实后面这一段 应该是40秒的时间 因为 前面一秒钟增加1 那我后面是 两秒钟才减1 所以 如果 我用等加速度来算 V 等于V0加AT 而最后增速是0 等于初速一开始是20 加上A加速度是负的0.5 乘以时间是T3 于是 整个层开来 移向过来 0.5 T3 等于20 所以T3 等于20 除上0.5 所以就等于40 秒钟 所以 T3 有40秒 后面这段40秒 中间的这一段时间 如果叫做T2 则 上面这一段距离 也是T2 所以整个T型面积 我就可以知道 上底是T2 加上下底 T2加20 加40 总共是T2加60 上底加下底 乘以高 整个高是20 再除以2 这整块面积 整块面积 就是两站之间距离 2080公尺 所以 2跟20 先约掉 变成10 所以 10再跟2080 再约掉一个0 所以 T2加T2 两个T2 加上60 等于208 加60 移过去 2T2 就等于 208-60 等于148 所以T2 就等于 74 秒 所以 中间这一段 有74 秒钟 所以 全部 总时间 T等于 20秒 加74 秒 再加60 秒 加起来 等于74 加60 T等于 20秒 加74 加74 再加40 秒 所以等于94 加40 134 秒钟 因此 全部花费了总时间 134秒 12题 C1 充 12题 朱的答案 13题 则一开始这整个VT图速度时间图 从镜子开始加速度是1 所以一开始初速是0 加速度是1加了一段时间之后 假设前面的时间我是T1秒钟的时间 因为前段的加速度是真1 每秒钟增加1T1秒呢 总共就会增加了T1 而后面减速下来 后面这段时间是T2 T2秒则减下来 这个加速度是-2 从T1再减下来 减速的过程加速度是-2 等于墨速是0 减掉初速是T1 除以时间 这是T2秒钟的时间 所以从0减掉T2 T1再加上2分之1T1 加起来是30秒 所以2分之3T1加起来有30秒 所以T1等于20秒钟 T1这里是20秒 所以2分之3 所以2分之1T1 这边就有10秒钟 所以全部30秒 所以T1这里最大速度也是20 整块面积 三角形面积 VT图下的面积 等于所经过的位移 所以三角形面积 底 底是30 乘以高是20 再除以2 底乘高除以2 是整块三角形面积 所以等于30乘20 600 600除以2 300 所以总距离有300公尺 所以13题是B的答案 14题 一个物体做直线运动 先以加速度4的等加速度 从静止开始运动 接着以加速度-2的等加速度 运动直到停止 若运动的总距离是150公尺 则物体运动所需要时间 需要多少秒的时间 我们把题目画成VT图 这个是一个VT速度时间图 题目说一开始加速度是4 所以前面这一段加速度 每一秒钟增加4 可是后面一秒钟减少2 所以一秒钟减少2 两秒钟才减少4 所以前面加速的时间 如果是T秒钟 则后面 因为两秒钟才减少跟前面一秒钟一样 所以后面的时间必须是前面的两倍 所以后面的时间是2T秒 所以前面T秒钟后面2T秒 前面加速度是4 一直加到最大 每秒钟增加4 T秒钟总共增加4T 所以这样子一个VT图 我可以算出这块的面积是150公尺 所以我利用三角形面积底 T加2T 底是3T 乘以高 随时高有4T 再除以2 底乘高除以2 这整块面积 整块面积就是总位移 150公尺 150公尺 所以3T乘4T 12T平方 等于2乘150是300 所以T平方把300除以12除出来是25 所以T等于5秒钟 所以T15秒全部的总时间是T加2T 总有3T的时间 所以是3乘5 有15秒钟 因此 全部时间有15秒14题 一一的答案 15题 挺凌在练习场学开车 车在直线跑道上行进 其AT图如右图 以至T等于0秒时 车位于原点 X等于0的位置 此时的速度是18公尺每秒 则车子会在第几秒的时候 开始反向行进 题目上给我们的这是一个AT图 AT图上的面积表示速度变化 从图上这里你可以看到 0秒到2秒这边 上面这一块表示增加的速度 后面这一块表示是减少了速度 所以我们先知道ΔV1 ΔV1是增加速度 这是一块三角形面积 三角形面积 整个AT图的面积就是速度变化 所以底是2 乘以高是6 底乘高除以2 所以整个分子分母约分 速度变化是6公尺每秒 这个意思表示 0秒到2秒速度增加6 可是题目告诉我们 原本的速度一开始速度是18 所以一开始速度18 后来的速度 这是在第二秒的时候 所以我这个V2表示第二秒的时候 第二秒的速度本来原来是18 2秒钟速度增加6 所以18加6 我的速度变成24公尺每秒 再接下来 我们看到这里 加速度变成负值 表示开始要减速了 题目要问反向 当我要反向的时候 表示速度是从正的变成负值 当我速度从正变负 那我要先知道 目前我的速度本来是24 那开始速度要减少 最多可以减少到24 所以整个后来速度如果变成0 减掉原来24 这两个相减就是我的速度变化 所以我的速度我要减少24 那怎么减 这块面积要等于24 所以我假设T秒钟 如果到这一条 这一段时间 假设是T秒钟的时间 Y坐标这一段如果我长度我不知道 假设这里是Y 一条直线下来 左右两边两个三角形是相似三角形 我这边的长度是2 这边的边长是6 2比6会等于T比Y 2比6约分变成1比3 所以内向相乘Y等于3T 所以这个Y等于3T 所以这个三角形 我就可以知道它的面积了 这个三角形 这个边长是T 所以底是T 垂直高是3T 底层高 除以2 是整块面积 这块面积 要等于24 因为这一块代表减少了速度 所以我从24要减到0 我速度要减少24 因此3T平方 因此3T平方等于48 所以T平方就等于16 因此我知道T等于4秒 所以原来有2秒 我再过4秒钟 所以总共要6秒钟的时间 因此在什么时候回头 6秒的时候回头 猪的答案 16题 在水平面上有AB两点 相距2公尺 一个指点在一个恒定的水平和外力作用下 沿着A向B做直线运动 经过2秒的时间 先后通过AB两点 则该指点通过AB中点时 速度大小下列合者正确 这边的选项 主要在讨论 力的方向跟速度之间的关系 现在这里题目说 有AB两点相距2公尺 因此 如果这边这是一条直线道路 在这一条道路上面有AB两个点 A跟B两个点 这两点距离是两公尺的距离 现在一个指点 它现在受到一个恒定的水平和外力 所以这句话表示 它的作用力是固定的 一定的作用力下 这时候会有一定的加速度 所以物体会做等加速度运动 而等加速度运动 它现在从A到B 整段距离花了两秒钟的时间 所以A走到B 整个距离两公尺 可是时间是两秒钟的时间 所以从A到B的平均速度 平均速度是把位移Δx除上时间Δt 所以距离两公尺的距离除上时间两秒钟 所以平均速度是一个公尺每秒 所以表示A到B平均速度是一公尺每秒 可是这个一公尺每秒 我们知道等加速度运动 整段时间终点的顺值速度就是整个的平均速度 所以全部两秒钟 两秒钟的平均速度是一 表示时间终点第一秒的时候 顺值速度是一 因此我可以用VT图来看 VT图我可以知道 等加速度它平均速度是一 表示第一秒的时候 它顺值速度是一 那现在如果一个固定的水平力 这个水平力 假设和速度如果同方向 所以同方向 这时候你的加速度A 也会和速度V 也是同方向 所以速度加速度同方向 所以你的速度会越来越快 因此你速度在增加 可是第一秒速度是一 所以原来速度比较小 后来速度比较大 水会是一个向上增加的一个速度 水到了第二秒的时候 因为现在全部时间是两秒钟 因此我知道 两秒钟的时间 整块面积 会等于两公尺的距离 可是 左边这块面积 这个叫做Δx1 这在第一秒钟所走的 你会发现 因为我原来速率比较小 所以Δx1 原来的面积会小于一公尺的距离 所以 现在题目要找到AB终点 AB终点是一公尺的地方 一公尺的地方 它速度会比1还要大 因为 我一秒钟的时候速度是1 可是这块面积 VT图的这块面积 它还不到一公尺 所以如果要到一公尺的距离 面积再更大 面积更大 表示你的速度要更大 因此 你的速度会大于一公尺每秒 这个是力跟速度同方向 第二个情况 是力和速度 反方向 当力跟速度反方向 表示你的加速度跟速度也是反方向 因此 你的速度会越来越慢 所以你的V会逐渐减少 速度减少 所以表示 我原来的速度 本来第一秒钟的速度是1 现在我逐渐减速 可是第一秒速度是1 所以表示我原来速度比较大 因此 它会是这一个图形 而整块 当我到两秒钟的时候 到这边如果是两秒 两秒钟的时候 刚好整块T形面积 总共走了两公尺 可是你会发现 当我实现一半的时候 上面这块T形面积 会比 这个面积代表 Δx1 也就是第一秒内走的距离 所以当你第一秒内走的距离 它会比一公尺多 前面的一秒钟距离会超过一公尺 我如果要走一公尺 我就要比一秒钟还少 那因此比一秒钟还少 我的速度就会比一公尺的速度还大 因此 当我力跟速度反方向的时候 我速度在减少 我走到终点的地方 一公尺的位置 我的速度还是大于一公尺每秒 所以力跟速度同方向 到终点的速度 大于一公尺每秒 我如果力跟速度反方向 到终点的速度 还是比一公尺每秒还大 因此 无论力的方向是向哪里 最后到达终点的位置 它的速度都大于一公尺每秒 所以这里只有 1的答案是对的 这个16题 17题 领龄沿着右图上正方形的路线 以一定的速度 5公尺每秒由A点出发 当领龄由出发次回到A点的时间里面 它的平均加速度是多少 现在题目要问的是平均加速度 平均加速度是速度变化除以时间 所以我们要先知道它整个平均速度 第一个全部绕一圈时间多久 从A点开始出发顺着箭头绕一圈 这是一个正方形 一个边长10公尺 所以全部绕一圈总距离 10公尺乘以4 因为有4边 所以全部距离有40公尺 而40公尺的距离 速率是5每秒 所以每秒钟速率是5 做等速率前进 所以所花的时间 T秒钟等于把距离 我除上速率 所以把40公尺 我一秒钟走5公尺的距离 所以一除 全部我知道我要花8秒钟的时间 所以全部时间有8秒钟的时间 因此时间知道了 平均加速度是速度变化 所以时间我要知道速度变化 可是原来速度由A点往下走 所以一开始A是向下 可是最后绕了一圈 速度是向左边 所以一开始的速度是向下 后来速度向左边 所以这个速度如果是V1 这个速度是V2 原来速度是V1向下 绕了一圈之后 变成V2向左 两个速度 我们用相减的方式 那减法 数学上向量的减法 也就是把V2的速度 减掉V1的速度 两个向量相减会等于什么 会等于从V1化到V2 这个就是所谓的ΔV 而这个ΔV等于多少 因为原来V1 这个是5公尺每秒 后来这个V2 也是5公尺每秒 所以两个大小一样 那这边这个三角形 这是一个等腰直小三角形 所以1比1比这边是根号2 所以ΔV 这个是等于5根号2 公尺每秒 所以V2-V1 这是用向量减法 必失定理的关系 A平方加B平方 找这个斜边 所以5的平方加5的平方 开根号 所以等于根号5的平方 加上5的平方 所以等于根号50 也就是等于5根号2公尺每秒 或者你用等腰直角三角形 1比1比根号2 这样算也可以 所以我知道 速度变化ΔV是5根号2 可是时间花了8秒钟 所以平均加速度 加速度是速度变化5根号2 所以时间有8秒 这样一除 就是公尺除以秒平方 方向向哪 向量的减法关系 你会发现是V2-V1 方向指向V2的方向 所以是往左上的方向 所以这个方向是朝左上的方向 这个方向 因此平均加速度是8分之5根号2 方向向右上的方向向右上的方向 所以17题 A的答案 18题 10秒内的位置 10秒内的位置有多少 可是现在题目告诉我们 从净子开始 一开始初速等于0 我现在用VT图来表示 这是一个VT图 一开始初速是0 加速度是4 加了5秒钟以后就为10等速度 因此 因此V等于V0加AT 我先知道5秒之后速度变成多少 从净子开始初速度是0 从净子开始初速是0 加速度是4 我现在加了5秒钟 所以45 20公尺每秒 所以速度是20 因此5秒的时候 速度是20 所以在这里 从0变成20 这是5秒钟之内 然后维持等速度 所以速度一直都是20 则10秒内一直到10秒 速度一直都是20 好 这是一个VT图 VT图图形下 这是一个T形面积 这个T形面积就表示所走的位移 所以我知道整个位移DeltaX 等于 这是T形面积 上底是5 下底是10 乘以高有20 我们再除以2 这是T形面积 所以 2跟20约分剩下10 5加10是15 乘10是150 所以位移 有150公尺 10秒钟之内 位移是150公尺 所以平均速度 等于位移DeltaX 除上经过时间DeltaT 所以距离 是150公尺的距离 经过10秒钟的时间 一除 等于15公尺 每秒 所以平均速度 是15 18题 输入的答案 19题 下列等加速度直线运动中 何者情形 速度会变快 我们说 如果速度变快了 主要原因是因为 速度和加速度 同方向的时候 你的速度会增加 因为你的加速度在帮助运动 所以 速度会增加 因此 我要找速度跟加速度同方向 所以 A大于0 V也要大于0 所以A不行 A大于0 V大于0 这B可以 A小于0 B小于0 两个方向相反不行 A小于0 B小于 A小于0 V小于0 这个 同方向可以 A不等于0 可是 可能大于0 或小于0 所以不一定 所以E这个也不行 所以 唯一符合的 只有B跟Z 这是19题 所以 如果要判断 速度会变快 这是 速度加速 同方向 而正负 表示它的方向 所以 如果 两个都是正的 或者两个都是负的 表示它们是同方向 所以 所以这时候 速度就会增加了 所以 所以 10小题 是B诸两个 一个年轻人 如果 三年的时间里 没有任何想法 那他这一生 就基本上是这个样子 没有多大的改变了 愿这一段话 作为你我的警惕 我们这个单元就到这里结束 大家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